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气预报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小丁零 第一点关于就是东北季风在礼拜六的时候会稍微的增强 在迎风面的东北角地区来说的话 会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 中南部不受影响的天气稳定 但是沿海的风雷也会比较大一点 那么低温变化来说变化是不大的 那么迎风面来讲的话 白天的高温会略微的下降 那么在北部海面还有台湾海峡来说的话 浪是比较大的 接下来看一下卫星图上面的说明 同时可以看到目前团圈来讲的话 云的部分其实都是比较少的 这是受到这个整个高压的东南风的影响 所以个例来讲的话天气都是比较稳定 那么中午高温感觉起来就有一点点热的感觉了 那么到了明天来说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拟图 到明天来说的话 有一股比较弱的东北风会南下 那么影响的地区还是以北部东北部这边为主 所以刚刚提到过了 北部跟东北部的话 云量较多 偶有短暂的阵雨 那么高温会稍微的下降 中南部东南部不受影响 还是一个比较多云道情 然后也比较热的情况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流场的预报 从流场可以看到 在这个礼拜五的时候是处于偏东南风 各地来讲的话 天气稳定 气温比较高 那么礼拜六的时候 东北风增强 阴风边的激动悲暗 东北小山越这边 下雨会变得比较多一点 那么台湾附近来讲的话 这个沿海的风浪都会变得比较大的 那么在中南部跟东南部来讲的话 不太会下雨 气温影响的也都不是说很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雨区的预报 礼拜六的时候 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Informer的 基隆北岸东北角山越这边 有比较多降雨的机会 那么礼拜天来讲的话 持续是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在东北角这边降雨也比较多 那么礼拜一到礼拜二来讲的话 这个东北风逐渐的减弱 那么天气都逐渐的好转起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温度的变化 在北部来讲的话 礼拜五的高温还有27度 中午感觉起来还有点闷热 但到礼拜六的时候 高温升下20度左右 会有点凉的 但到礼拜天礼拜一来说的话 冷空气逐渐的减弱 高温逐渐回升上去 到下周三四 中午高温可以来到30度左右 那么低温的话也是逐渐上升 这几天低温大概在18度 但到下周来讲的话 可以回升到20 21度 那么在这个中部地区来讲的话 这个气温的变化就没有那么的明显 下周一之前高温大概都在28度 低温18到19度 那么下周二之后来说 高温可以升到31到32度 低温也有20到23度 那么在南部地区来讲的话 在外域州的温度 也是属于缓慢上升的情况 下周二之前来说 高温27到28度 那么下周三四来讲的话 回升到大概29 30度以上的 低温也是从20度 回升到大概22度左右 那么在东部地区来讲的话 在这个礼拜三 礼拜五的时候 高温还有27度 但到六日两天 高温升到24度左右 但到下周来讲的话 也会逐渐的回升到 大概27 28度 低温也会从 这几天的18度回升到 下周三四来说 会到21度左右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晚到明晨的天气状况 今晚到明晨来说的话 北部是属于情道多云 低温17到19度 高温23到24度 那么中部地区来说的话 也是属于情道多云 低温17度左右 高温23到24度 南部地区也是属于情道多云 低温大概也是在19到21度 高温则是在24到28度 东北部地区来讲的话 多云的天气为主 低温是6到19度 高温20到27度 那么花洞地区来讲的话 多云短暂雨 低温19到22度 高温24到25度 接下来看一下 明天白天的天气预报 明天白天来讲的话 北部地区是属于多云的天气 因封面有短暂的阵雨 低温18度 高温大概在19到20度 中部地区倾道多云低温17到19度 高温27到28度 南部地区倾道多云 低温19到21度 高温可以来到27到29度 东北部地区多云短暂的阵雨 低温16到19度 高温18到20度 花洞地区也是属于多云短暂的天气 低温19到22度 高温23到26度 好 以上就今天的天气预报